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猫猫姐姐 是猪哦 我不要吃猪了 我想吃牛排 不是啦 我说这猪是吃午餐 不是叫你吃猪啦 哦 是猪就是吃午餐啊 那嬷嬷点点 你们平常在学校 午餐都吃些什么呢 学校有营养午餐 每次都不一样哦 我最喜欢吃的是 鸡腿饭 嗯 好好吃的感觉哦 那嬷嬷呢 我什么都喜欢吃 我不挑食 那你们吃爆猪 吃完午餐之后 会不会说一懂猪啊 啊 懂猪 吃什么意思啊 说一懂猪 是睡午觉 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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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学校有午休时间 吃完午餐就会睡懂猪 下午学习才有精神啊 啊 对啊 我们最喜欢当猪了 不是当猪啦 是说一懂猪 吃猪 吃午餐 吃猪 吃午餐 点点 点点 你吃猪了没 还没 为什么还没吃猪呢 因为我还不饿 不行哦 小朋友不能不吃猪 不然我们去吃炸鸡 薯条 可恶 不行不行 妈妈说小朋友不能吃太多垃圾食物耶 嗯 点点真乖 没有被我诱惑到哦 睡懂猪 睡午觉 睡懂猪 睡午觉 点点 你今天有睡懂猪吗 啊 没有 为什么没有睡懂猪呢 因为我在玩电动玩具 点点 下次要先睡懂猪 醒来会更有精神玩电动玩具哦 嗯 吃猪 说一懂猪 两句客家话小朋友学起来了吗 哈克布拉拉 我们下次再见咯 张伟良